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么笨干嘛去找他呀 曾华倩腼腆害羞 不愿意主动去找梁朝伟 刘嘉玲活泼开朗 自愿为曾华倩两肋插刀 结果刘嘉玲最后成了梁朝伟的妻子 曾华倩兜兜转转 至今单身 三位老人的爱恨情仇 看似消散在了风里 实则风一吹过就会带来回忆的讯息 梁朝伟过59岁生日时 刘嘉玲发文 报照为其请生 曾华倩则花了一个半小时 手抄两遍 般若波罗蜜心惊 有时候命运真的很神奇 在等待梁朝伟的电话的日子里 曾华倩没事就练字 三十多年过去了 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华倩练字的习惯却没落下 以前写字是为了等一人 现在写字是为了修身养性 过好余生 这怎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呢 曾华倩刘嘉玲恩怨始末 还要从1994年 刘嘉玲为梁朝伟办的一场酒会说起 1994年 梁朝伟凭借在王家卫导演的 重庆森林中的出色表现 夺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影地 在颁奖典礼上 梁朝伟感谢了很多人 提起了刘嘉玲 当时的颁奖典礼 成龙和梅艳芳互望了一眼之后 梅艳芳反应迅速 赶紧提醒梁朝伟 还有刘嘉玲 梁朝伟云淡风轻地说 刘嘉玲奖了 那么梅艳芳为何要提醒 梁朝伟要感谢刘嘉玲呢 因为在当时的人们印象中 梁朝伟和曾华倩才是一对 哪怕是后来梁朝伟和刘嘉玲在一起了 很多人依旧不相信 也不承认 梅艳芳提醒之后 梁朝伟讲完 坐在台下的观众 哄堂大笑 刘嘉玲尴尬不已 颁奖典礼刚一结束 刘嘉玲就为梁朝伟举办了一场酒会 大宴娱乐圈的好友 其中却有曾华倩 当时的曾华倩虽然和梁朝伟分手了 转身和沈殿霞的义子 陈廷薇排脱 不过也于1993年分手了 说到底 他还是对梁朝伟心存幻想 毕竟当时梁朝伟和刘嘉玲还未结婚 自己还处于单身状态 酒会上曾华倩很开心 梁朝伟也很开心 单纯的曾华倩以为 刘嘉玲是在帮忙挽回两人的恋情 哪知刘嘉玲办这场酒会的目的 实则是召告天下 梁朝伟是我的男人 这场轰动一时的酒会结束之后 有媒体将其解读为梁朝伟和刘嘉玲结婚的暖房酒 此时的曾华倩才反应过来 她的初恋男友即将要和自己的闺蜜结婚了 愤怒之余曾华倩向媒体撂写一句话 不再与任何圈内人排脱 很快曾华倩转身嫁给了香港世界美发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兆基 不过遗憾的是 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三年 两人离婚之后 曾华倩独自抚养儿子林浩贤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梁朝伟 梁朝伟曾在采访中承认当时在舞台剧《花心大丈夫》时和刘嘉玲相识并交往 却在采访中直言 连朋友都不是 只是同事 之前是同事 没有交往 一起拍过《鹿顶记》 之后拍过《新渣师兄》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梁朝伟到底是旷世渣男还是绝世情种 很多人一直误以为梁朝伟性格孤僻 不善言辞 与人相处很被动 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 坊间传闻周星驰追求罗惠娟史 在其背后为其出谋划策的正是梁朝伟 而刘嘉玲自己也早已将梁朝伟的烂情史 接了个底朝天 刘嘉玲说 梁朝伟在和曾华倩三分三合期间 还交往了很多其他女孩 其中还跟李美贤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美国巡演时 每到一站 他都会寄一张明信片给不同的女孩 更不必说梁朝伟和张曼玉的爱恨情仇了 两人同为王家卫电影御用主角 在合作了多部电影的同时 也暗生情愫 张曼玉买麒麟格豪宅时 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梁朝伟爱好冲浪 而梁朝伟在采访中问最喜欢和谁合作时 不加思索地答道张曼玉 38岁那年 拍《花样年华》的时候 好在刘嘉玉并不计较 他说如果他真的喜欢张曼玉 我也挺开心的 让他自己决定好了 同时梁朝伟婚后的绯闻也非常之多 45岁生日之时 和董洁一起在酒店庆生 和周迅合作过《听风者》和《地下帖》之后 周迅频频去香港找他 当然了 梁朝伟和董洁 以及梁朝伟和周迅 这都只是绯闻 并未实锤 媒体添油加醋和主观异端 或许更多的只是为了娱乐效果 至于真假 大家自行判断 但梁朝伟的爱情 对于曾华倩来说 却是永恒的痛 曾华倩出生于医学世家 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医生 从小被严格管教的他 坚决不能容忍自己的另一半搞暧昧 他在和梁朝伟拍拖时 每当梁朝伟对别的女孩学寒问暖 就会吃醋 两人吵吵闹闹 三分三合 最终还是没能走在一起 但奇怪的是 曾华倩原谅了梁朝伟 却始终不愿和刘嘉玲和解 曾华倩为什么能原谅梁朝伟 却始终不愿和刘嘉玲和解 曾华倩和刘嘉玲 以及吴君如 吴启华 刘青云 蓝杰英等人 都是TVB议员培训班的同学 这一届的议员培训班 除了人才被出之后 大家交情非常好 其中曾华倩和刘嘉玲 蓝杰英是无话不谈的闺蜜 每当曾华倩和梁朝伟吵架时 他将自己的秘密 分享给刘嘉玲之后 刘嘉玲就像传声筒一样 传到了梁朝伟那边去了 一开始 曾华倩还以为刘嘉玲在帮他 那之后来他却发现 刘嘉玲其实是在帮自己呢 所以曾华倩后来离开了TVB 加盟亚时 因为彼时的梁朝伟和刘嘉玲 均是TVB旗下的艺人 所以梁朝伟刘嘉玲大婚 便请圈内好友 但曾华倩并未参加 所以曾华倩曾当媒体的面 发誓和刘嘉玲老死不相往来 2016年 吴君如借着过生日牵头 邀请曾华倩 刘嘉玲张曼玉三人同来 张曼玉没来 曾华倩和刘嘉玲来了 当刘嘉玲和曾华倩 手挽手同框时 很多媒体和网友 将其解读为两人和解的标志 实际上只要看图片 就能感觉到两人的尴尬和不自然 有趣的是 两人后来都曾在访谈节目上 聊过此次同框 曾华倩说 为好友吴君如过生日 不得不去 刘嘉玲说 工作需要 工作让我怎么做 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怎么说 那么曾华倩为什么能原谅梁朝伟呢 其实很好理解 梁朝伟是曾华倩的初恋 给了他所有关于爱情的美好想象 哪怕他不跟我在一起了 只要他过得比我好 我依旧很开心 所以曾华倩不止一次在采访中说 他们在一起比我还配 但你要说 他是否真的放下了 我看未必 2月14号情人节那天 他在一个社交账号上 突然晒与初恋梁朝伟的合影 并配文称 特别的日子 就给大家看看我的初恋情人 看到现在他的成就 真的替他高兴 网友们看了曾华倩的动态后 立马议论纷纷 很多人觉得他选择情人节 怀念旧爱实在不妥当 完全没有考虑到梁朝伟妻子 刘嘉玲的感受 见网友们这么激动 曾华倩稍后发文回应称 一件简单单纯的事情 有些人想多了一点点 然而网友的批评声 没有淡下来 还有人扒到他在自己发布的 昔日影视作品合集视频下面 悄悄点赞 刘嘉玲不如他美 时隔一个月 这个点赞仍没有取消 令人意外的是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跑去点赞了 当年为什么不选择苗乔伟 而去喜欢梁朝伟 悟一声 苗乔伟才配得起你的评论 这两个迷惑点赞 究竟是曾华倩不熟悉操作 手滑乱点的 还是他内心真正的想法 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这对于刘嘉玲来说 早已不那么重要 他早已放下了 释怀了 他认为梁朝伟婚姻上是我的丈夫 他是属于大家的 你说梁朝伟属于你的也可以 他有一群很忠实的影迷 也有一群很疼他的人 年纪从小到大都有 大家都很疼梁朝伟的 是我们的梁朝伟 人情冷暖长狗 事态炎凉看狗 默然回首时才发现 双手紧抓 却什么也抓不住 双手张开 却拥有了一切 这是刘嘉玲的成功学 也是曾华倩不具备的地方 缘不原谅 和不和解 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如今曾华倩的迷之操作 让他像个跳狼小丑一般 暂时在公众面前 他走到这一步 跟梁朝伟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华倩和梁朝伟的结局 其实早就写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您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